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好当前形势下中外人员的往来工作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扩散蔓延 国际社会积极开展抗议合作是当务至极 如持续对有关国家施加单边制裁 无异于雪上加霜落井下石 明显有违人道主义精神 不仅严重影响有关国家及国际社会抗击疫情 也会严重影响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 对外开展人道主义援助 打着反华旗号捞取政治资本的美国政客 以及拿着美国资助的学术机构 在涉疆问题上一再抛出谬论 先是炒作所谓的再教育营 后是杜撰所谓的强迫劳动 炮制各种假新闻 无端指责中国的治疆政策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呼吁解除可能破坏各国应对金额废言大有请的制裁